第三三題 有一條電阻線利用導線將兩端連接到電壓為5伏特的電源上 則在一秒內通過此電阻線上任意截面的電量有12固輪 請問在一秒內 此電阻線消耗的電能為多少焦耳 我們曉得一秒鐘所消耗的電能就是所謂的電功率 功率就是功率的一瓦就是一秒鐘有一焦耳 所以他這裡就是要求電功率的意思 那麼顯然題目上面我們找不到電阻 所以我們應該用的公式是p等於iv 有電流有電壓 這個電壓已經有了叫做5伏特 可是我們沒有電流 那我們怎麼求電流呢 我們回到電流的定義叫做 每秒鐘通過一個截面有多少庫輪 就表示他有多少的安培 就是i等於t分之q的意思 現在一秒鐘有通過12庫輪 所以就表示他電流就是12安培 所以就帶回去我們就有12安培 所以12乘以5就是60 所以又表示我們功率有所謂的60瓦 所以第三三題問我們說 請問在一秒內 此電阻消耗的電能為多少焦耳 我們答案選c 60 就是60瓦的意思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 但是就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 暗減的 感谢观看